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王一博的,国民度和咖位在步步提升改变呢? 这几天,一会和王一博一起关注2024总台大剧上线,一会平台带着他电影宣传,一会冰与火上星山东卫视成绩依旧获赞,一会抢票于湖南卫视的跨年,一会在巴沙杂志开年刊欣赏美颜,一会12月17日星光大赏的准备如火如荼开展。 有人说现在的王一博是内于少有的,有国民度,有认可度,有奖杯,有浅井的青年影视演员,王一博这个人走的路线太正常,反而显得不正常,少年训练全A出道进入娱乐圈,客串学习主持天天积累了经验,热剧爆款舞台出圈,关注度焦点,正具魔力商务领先进入电影圈,三部电影成绩出色奖杯加称赞,顶级流量站稳影视双圈,如果说三部电影的好成绩是带动力的证明, 那冰与火对于江苏卫视,山东卫视的助力便是国民度的再一次验证。